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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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观众我们奥藏金蛇 海外文物品台 今天呢 我是藏家李春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么一篮子 一菜篮子 其实像一花篮 有了我们前一期的 象牙万销扇的 这么一个铺垫的 但如果关注我们的朋友 能看见过那一期 那这个功力大家应该熟悉 叫批丝象牙 我还是大概讲一下 就是什么叫批丝象牙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一条条的 像这个像丝线缝 缝不起来一样 实际上它全是象牙做的 什么一个原理呢 它是把这个想象一下一块小小的象牙面板 给它弄薄了 然后再把它这个用刀把这个 多余的部分给它剃掉 那剩下的就是这个一丝一丝的 这个工艺呢 特别费工 特别费时间 那这个篮子呢 我为什么判断它是一花篮呢 那有人会说它是一石盒 它实际上不是一石盒 首先这个盖子可以拿起来的 盖子可以拿起来的 OK 然后呢 这个为什么说它是花篮呢 因为这个 它里面这个纵深的 它这个小口径比较小 那手篮有时候吃东西的话 手篮不是很方便 那古代人呢 就说其实我们还是注重实用性嘛 对吧 你不能造一个根本看着好看 不没法用的东西 那所以说呢 我判断它应该是来装花的 那个花的时候 把花装进去 没有花的时候用盖子盖子 非常漂亮 那么之前七五它有一个名字 它是什么名字呢 叫做应该是叫做佛手扭提良象牙皮色花篮 那首先呢 这个什么叫佛手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盖子 这种东西特别易碎 保存非常不容易 因为这个象牙跟这个木头是一样的 就是让它缩 那所以说经过了这个 这么一两百年的这么一个洗礼的话 能保存到现在河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扭盖 这是一佛手 那这个佛手呢 是这个它是一种什么东西 是一种水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在中国这个 这个应该是南方地带都有卖的 佛手 这个水果特别有意思 它不拿来吃的 它长得像什么呢 讲得像这个佛的手指头一样 很有意思一个造型 特别过过不忘 一看你应该会记住这个水果 它是干什么的 它特别的香 我曾经用两三个佛手放在我的书房里面 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进去 就是香味扑鼻 比这个空气清淨剂好 那这个就是它是因为同 所以说它在古代 它是作为一种像香料一样的东西 放在家里是能够长期这个除去除一腕 并且能让它家里保持清香的那种 就是一种水果 那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它叫火手 所以这是一个火手 这个火手雕得非常漂亮 这叫圆雕 圆雕就是360度的角度 那么这个皮丝雕 叫做平皮面雕 所以它是180度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它是 这上面也一共有八幅画 这上面八幅画 再加上这个篮子上面的这个16幅画 一共是24幅 人物故事画 布满了整个象牙画来 可以想想这个 当时的这个工艺构丝 非常的精巧 并且它这个是可谓是一个满工 360度处处都是工艺 包括这个梁 铁梁上都是雕花的 它集合了什么呢 集合了象牙的批丝工艺 集合了象牙的圆雕工艺和透雕工艺 还有集合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过去有这么大的 你见过这么大的象牙吗 这么粗一点 大家可以看它的粗细 整个手合起来 这是不够的 这么粗 这么粗的象牙 估计很难有 所以说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我们是一个片一个片的 给它雕好了 再给它拼接上去的 那靠什么拼接 这个胶水 它损堡结构 很有意思 它整个象牙篮子 它全是由小部件拼接起来 但是你去看 这个感觉是天衣无缝 你找不到它的接缝之处 这就是损堡结构的神奇之处 我们把木工里面的损堡 磨到了工艺工艺 像牙工艺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古董上来说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细路货 那什么叫细路货呢 比如说 温泳圈里讲细路货就是一个路份系 什么叫路份系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底部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和照片 大家看它的底部都是充满了雕工 就是说象牙花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象牙花篮的底部 这是那么你想一个底部通常看不着的地方 对吧 就好像杯子的杯底 你回去看吗 对吧 你只用注意一个杯子外面画什么 那这底部都雕的这么细的这么多花纹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是一件很细的东西 它在制作它的时候就不是一件普通的石油器 它是给一个非常应该是高等级的 我觉得可能会是广州实在行做给宫廷的 或者说是国外高级定制 从我们中国肯定是毋庸置疑 肯定是从我们中国定做的这么一个现场画篮 大家说这个说到底部的话 那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想一下 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女生一般化妆化脸 你见过吗 在肩膀和脖子上打粉的吗 如果有一个人在肩膀上脖子上打粉 你可以想想这个人注重自己的 注重自己的这么一种就是形象 已经到一种神 就是你在看不着 平常人看不着的地方打粉 这个人应该是非常注意生活的一个人 那么古董也是一样 把它想像是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都雕的这么漂亮 那么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路份很高 它是高档次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高端大型上档次 一个高档次等级的一个象牙提量化脸 能够保存到现在确实是 应该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这个象牙材质本身的一个不稳定 它是有机材质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种工艺 它这种丝啊 你稍微一碰不不不摘了 那所以说呢 我是也是非常有幸呢 在澳洲 在墨尔本这个地方 能够 够得这么一件那个象牙 皮丝的画脸 也提量这么大 这么完整 这么漂亮的一个画脸 所以说也想与大家来分享 分享这么一种美的 好的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澳桑文社 海外中国文艺最有意思的文艺 喜欢我们别忘记订阅我们 谢谢你们